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快乐谁懂吗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新 每年呢 晋国会的消费领展局都是大热门 那我作为已经是第三年来晋国会的人 今天我也要永创晋国会的颜值区 主要是看一看里面到底有多香 这不贵是晋国会的人气选手 我这一龙走过来 昌馆里面好多人 而且一起展馆就能闻到正正的香气 这里应该是香水的一个机会展示 这种快乐谁懂吗 大家看我身后主缘故动是香水 那在这些香水品牌当中呢 又有新朋友第一次来到咱们的晋国会 也度过晋国会的平台而手自进入的中国市场 我真的很想每一个都闻一遍 真香啊 这家展台呢 在去年的时候 我曾经在这里体验过一个肌肤的检测仪 那当时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仪器 可能在携带方面并不是很方便 那今年呢 它们也做了迭代升级 就像我手里拿的这台呢 叫做机能显微镜 它非常的小巧轻便 那在使用的时候呢 只需要这样把它轻轻的贴在脸上 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皮肤的真实的状态 可以把脸放到这个圈状里面去 这边会扫描一个面部特征 进行建模 可以看到这边 那左边就是你的真实的眉毛 右边是通过 试装曼加上去的眉毛 那我们有三种眉型可以来你挑选 有毛流 物感 还有混合 我们这边点一下应用 它会把你刚才说的眉型的数据 通过蓝牙传过我的打印机 一说到数据之后 我只要一开 它就可以在轻轻的眉毛上扫过 就可以完成上装这个过程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画眉毛了 今天早上 还费那半天劲 是今年第六年参加进博会了 野兽进博会的一个全情深的这样一个概念 用更大的展开 然后带来270多个全新的产品 更多的公众 他们有更大的热情 想要去了解这个外面的企业 他们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 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产品 带到了我们进博 近年在消费品展区呢 还设立了综合展区 那作为一个产食官 我的这个DNA就动了 我觉得这个特别合适我们家的猫 这里有一个宠物除臭机 这应该可以放在我们家的这个猫沙盆上面来使用 这机器是采用这个优微的光除臭 还有一些那个光粗煤来达到一个除臭的效果呢 也不需要我们放一些芳香剂的 去除异味的 它对我们的毛孩子或者是猫猫狗狗 它不会有化学的一个东西存在 采访中 不论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还是每年如约二支的全情生 都对我说 近博会给他们提供了更多合作机遇 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 而消费品展区 作为与日常生活最贴近的展区之一 每年涌现出大量的贴心产品 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让人不得不感叹一句 近博会真香 准备